小学生创意迎春!阿喜JRI加薪行动现暖! 中益基金会3月1日在三只猫头英文创大安殿,举办送爱到新家画画比赛颁奖典礼。 在元宵节团圆前夕,重现家庭关系的要义。 爱家大使阿喜连玉品及JR纪言可以爱家新行动为号召,公已参与轻轻的好帮手故事CD录制,现场并与获奖学童。 企业代表共创家的主题彩绘一幅,即次呼吁每个人都可以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 当亲情凝聚时,会产生足以抵抗寒冷,困境的温暖力,若能够推挤及人,也将更有能力关怀社会,守护失音儿。 常年关怀弱势而少的艺人阿喜与JR继工艺单去后再度现声合作,录制有声故事CD。 阿喜表示录制过程中除了了解人物角色的背景外,也学习站在孩子的角度同理并关怀他人。 而从小就喜爱听有声故事的JR更提到参与录制更实现他从小的梦想,认为孩子从小透过故事方式学习社会关怀,可以给予很多正向刺激,让爱从小扎根,逐渐茁壮。 在幸福共创仪式中,爱家大使JR画下太阳和雨天,象征给予弱势的孩子的爱无论殷勤,一直都在。 阿喜也描绕下树苗和树叶,代表有了社会各界的关怀,让失衣的孩子有家得以温饱成长,展现重获新生的生命。 爱家新行动自106年起在板信商业银行、台湾顺丰速运股份有限公司等爱新企业支持下,透过扫聊一题绘本轻轻的好帮手公益发行, 小学生创意图画争稿、故事宣导等多元方式,持续邀请社会大众认识爱、倾听、同理、学习、学习等五大爱家元素, 叛唤系大众对家庭亲情的珍惜,以减少不幸而少憾事发生。 中益基金会以去机构化,分零分期的家庭安置教养,陪伴超过7000位弱势而少长大成人, 透过制作会本与图画争稿,判为失衣持法而创造同理亦争取较佳生活资源。 由插画家曹一新小姐图文创作之轻轻的好帮手一脉所得将投入失衣安置经费, 说故事情动易于极日起长年推动。